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七成的成人完成至少一剂接种 比原定时程晚一个月达标 Delta变种来袭 美国一个月内确诊暴增500% 激起民众危机一事 五天来单日施打激增超过70万剂 推特创办人创立的数位支付Square 以290亿美元买下澳洲金融新创Afterpay Afterpay主打先买后付 小额消费也能零零五分期 中国疫情升温 上海浦东机场外国货机驾驶确诊 武汉自去年6月后再度出现本土病例 北京管控再升级 停迈郑州 南京张家界等地进京车票 澳洲Sky News主持人在节目上表示 Delta危险性不如原本订读 质疑口罩有效性 YouTube一波一周 Sky News驳斥指控并大动作反击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的新闻两大重点 一个是全球的疫情Delta延烧 另外一个我们会有刘善群主播跟大家分析 今天东京奥运国际赛事的点评亮点 头条我们放的是中国大陆的疫情 现在遍地开花 越来越不乐观 大陆的一线城市已经逐一沦陷 今天爆发的是上海浦东机场 因为外航货机的服务人员本土确诊 而北京有过张家界旅游史的2000人 他们因为一起看过一场表演 随后散去 所以关联的病例持续增加 北京为了保护京城 已经下令停迈郑州南京跟张家界进京的车票 而14个月来从来没有本土确诊的武汉 也无法再继续清零 他现在一天通报了7例本土确诊 钟南山已经表明了他的忧心 他说张家界的旅游传播链已经没有办法追踪掌控 那么遏止病毒蔓延各地 现在由于张家界这个case浮散开来 有一定的困难度 凌晨两点巴士载着EPP机场工作人员 连夜做核酸检测 因为又是机场爆发疫情 上海浦东机场通报一名 外行货机服务人员确诊 有鉴于南京路口机场的潜力 上海不敢大意 不知机场普筛 确诊者居住的社区 当下立即封关 住户全得回社区隔离 一个也不能漏 机场有确诊感染源还在查 上海就直接宣布原定8月11号开始的舒展延期 大陆有近半数省份通报本土疫情 一线城市相继失守 北京车站安检升级同时下令停迈郑州南京和张家界等地进京车票 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 8月2日零时至15时 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7月29日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北京有国张家界旅游时的关联病例持续增加 而14个月没有本土确诊的武汉 则因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车站等车时接触到访张家界的旅行团 导致染疫再传给6位密切接触者 疫情在大陆多地散播开来 流行的还是Delta变种病毒 大陆抗疫专家钟南山特别忧心张家界旅游传播链 因为涉及一场大型演出 2000人群聚剧场 游客又来自各地追踪掌控有一定困难度 全市进入警戒的张家界 已搭建好方舱检测实验室采用五合一混检 一天检测量最多可达50万份 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一连四天下南京视察调研 但南京近邻的扬州成为疫情新热区 累计确诊已超百例 至于另一个疫情爆发点河南郑州感染员则已经确定 经基因测序 最初两名感染者于缅甸入境 并在市六院进行治疗的 确诊患者的毒株高度同源 郑州疫情累计已有63人确诊 当地所有景点公告关闭 疫情遍地开花 大陆防疫在面临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亚洲的南韩疫情越来越糟糕 它累积的总确诊数到今天突破了全境20万大关 南韩大概是5000万人 它在三月底的时候才10万人 四月底是增加10万病例 最近两个月的新增病例 97%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文在寅召开了安保会议 提速施打再度被提起 南韩希望拼在中秋节 就是今年是9月18号之前 让全韩七成的民众 也就是要3600万人打完第一剂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任务 南韩目前的首帧覆盖率是37.9% 只剩下一个多月一点的时间就要打到七成 南韩现在已经掀起了到美国去注射的风潮 旅行社推出的套装行程 主打包办两针疫苗施打 然后再玩美国的东西部 最贵的27天long stay和台币37万 行程一开卖不到一个礼拜全部被定光 原本以为开始打疫苗之后能压下疫情 没想到却爆发了又急又猛的第四波大流行 近四个月以来南韩病例激增10万 总确诊人数突破20万大关 是所有人始料未及 受到疫苗供货不稳影响 南韩接种速度开高走低 截至二号为止 约有37.9%打完首针 但完成两针接种者不过13.9% 依旧低于世界平均值 网易当局公开近两个月的分析数据 报告显示 有将近97%的确诊民众都是未接种者 而当中引发重症或是身亡的病例 也有93.5%的人没有打过疫苗 总统文在寅二号召开安保会议 再次下令要尽可能提速接种 9月까지3600万名 一次接种 策略的策略的策略 策略的策略 策略的策略 目标 达策略 出色严重 开始目标 达策略 只是文在寅的如意算盘 能够成功打响吗 现在看来还是充满变数 因为第四波大流行 蔓延全寒 首都圈在最严格的四级警戒之下 还是没能阻断群染传播链 首尔江南区健身房 陈北东舞蹈教室 和经济道体育会馆 上个周末不约而同 传出群聚感染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80人 非首都圈的三级防疫 也宛如虚设 江源道江陵市饭店 不甩五人限聚令 在饭店泳池狂欢开爬 遭警方连续取缔第三次 最终被勒令停业十天 学者专家不断高升级呼 要政府事不宜迟加强防疫 不过南韩防疫当局 依旧选择静观其变 决定再观察一个星期 疫情一波接着一波 南韩旅行涉业者 看准民众防疫疲劳 和大多数人的接种需求 推出美国疫苗观光 主打包办最多两剂疫苗施打 还能婉转美国东西部 想要打灰瑞莫德纳或是嬌生 开放任君挑选 按照所选择的疫苗种类 和行程天数的不同 最低要价900万韩元 最贵的27天long stay 则要花上1500万韩元 约台币37万 这个月中首批出团的 50个席位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抢光 不每一秒游 也成为南韩时下热门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先关注一下 在南欧非常严重的 气候灾变的火烧话题 由于北非的热风往北移 因此使得今年7月到8月的南欧 首当其冲 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国家 都传出了注农火灾 今天要看的是土耳其 足足延烧了6天的野火 现在还扑不灭 欧盟调动了邻国的空中洒水救援 现在努力的 希望能够止住火势 画面一开始会看到 爱琴海沿岸的度假饭店 游客是慌忙的搭船逃生 当地政府必须征用 私人游艇加船只 才来得及把这些 火已经烧进饭店的游客 赶快从海陆逃走 那么土耳其的民众 抱怨整个消防飞机不足 山区火势越烧越旺 那么使得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包括了意大利 希腊塞普勒斯全部都传出野火 而今天土耳其灾情最严重 因为它整个面积所烧毁的范围 是往年的七倍之多 土耳其海边的度假圣地 博德卢木 游客拿着行李慌忙登上橡皮艇逃命 因为野火已经烧进他们下榻的饭店 土耳其临爱琴海沿岸的度假饭店林立 海岸巡防队从海上疏散游客 但由于人数太多 当局决定征用私人游艇和船只救援 与凶猛的火势抢速度 土耳其南部野火肆虐 大火已经烧了六天 十万公顷的森林被焚毁 山区的农家和住宅也遭到波及 数千人撤离 火势至少造成八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消防队员 许多农场主人把动物赶上其他的山头 希望能躲过大火 消防队员也在森林中抢救野生动物 迟迟等不到空中灌救的民众 只能整村人出动 靠借力的方式 以水桶撒水灭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日前往灾区视察 民众不断向他抱怨空中消防机不足 无法遏止山上的火势 欧盟伸出援手 宣布将从西班牙和克罗埃西亚 调度直升机救灾 土耳其野火是从上个星期三开始延烧 有超过100处起火点 除了是高温和干燥气候 当局也发现有人为纵火的迹象 土耳其今年森林被烧毁的面积是往年的七倍 总统埃尔多安也说重话将严惩不孝之徒 俄罗斯 乌克兰 伊朗和亚赛拜然 也加入了土耳其救火行列 周二已经出动超过4000人 派出16架飞机和51架直升机洒水 目前已经扑灭130处的火势 今年夏季北非地区的热空气向北移动 导致南欧地区遭热浪清洗 引发临地中海国家的大火 意大利至今通爆了800起野火 尤其是西西里岛40度的高温更助长火势 当地机场还以浓烟一度关闭 另外希腊和塞浦勒斯同样深陷注荣之灾 TVBH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国际的经济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从行动支付平台数位支付工具 到线上买卖的APP 现在是主流 Twitter旗下的数位支付公司 砸下美金290亿 也就是和新台币8000亿的重金 现在收购了一间新创公司 抢供先买后付的市场 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购案 先买后付究竟这家公司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一起来了解 招牌的双箭头logo 让全球越来越多人一脚踏入 先购买后支付的市场 现在更促成澳洲史上最大收购案 金主就是由推特共同创办人多西 创立的数位支付公司SQUARE 宣布将斥资290亿美元 近8000亿台币的全股票交易 把澳洲这间金融新创Afterpay给买下 预计明年第一季完成收购 由了它让消费者不论是购买平价的衣服 家具或是昂贵的电子用品时 只要点选Afterpay下单付款 就能享有先购买再分期付款 且不需要支付额外利息的服务 而SQUARE另外更看重Afterpay广大的使用人数 2014年创立的Afterpay 目前在澳洲英国美加等国 拥有超过1600万名使用者 特别是过去一年 在美国有多达数百万名用户注册 成为先买后付成长最快的市场 也激励Afterpay股价 从去年初的12币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已经突破100澳币 包括全球最大的线上支付系统 PayPal 已经在去年8月 推出自家的先买后付服务 Apple Pay也在几周之前 讨论过相关议题 除了要抢工 已经习惯网路购物的民众 更要吸引电子设备 不离手的年轻时代 从这款专门买卖二手衣物 却又兼顾流行时尚的App 可窥见新世代的消费习惯 这个叫做Deepof的App 目前已经在全球近150个国家 有3000万名使用者 当中又与年轻人居多 因为不只能在上面赚点外快 还能成为平台上的网红 像这位20岁的坎波斯 就是拥有4万人追踪的人气买家 不过该平台想借由买卖二手衣 达到永续环保的初衷 现在也遭到质疑 因为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到实体二手店收购衣服 再放到平台上 以翻倍价格贩售 成了获利导向 但要抢工年轻消费族群 除了结合先买后付和流行趋势 还有就是数位支付的工具 让推特创办人力推的 除了比特币不受任何国家或企业操控的特性 最近更让推特进涨不少 根据推特刚在上周公布的财报 Square在第二季的比特币收入 达到27.2亿美元 并从中赚取5500万美金的利润 就连咖啡也诞生了专属的加密货币 受到近期巴西双骇 加上投资人需求升官 让这全球第一款由咖啡股价支撑的 加密货币咖啡币 交易首约就升值超过35% 生活中 虚与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TV新闻中报道 冬教育今天绝对有一个人物的亮点 就是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回来了 他之前因为心理健康的因素 在奥运连续5次退出比赛 今天傍晚参加最后平衡幕的赛事 在众人欢呼加油之下 拜尔斯带着笑容完成比赛 拿下14分 但是最后他拿回的是铜牌 而金牌由中国队选手管辰辰到手 顶着招牌包头向镜头挥挥手 美国体操天后拜尔斯回来了 拥有四面奥运金牌的拜尔斯 因为心理健康 这次奥运5次退赛 周二下午回到赛场 决战最后的平衡幕项目 在全场欢呼加油下 拜尔斯最后拿到铜牌 感动地和队友抱在一起 露出难得笑容 这场比赛的金银牌 都由中国队包办 不止拜尔斯 东奥拿下两金一银的 英国蛙王比提 也坦诚比赛压力太大 宣布将占别泳池 休假调养身心 站在世界顶峰 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让人取不消 刚夺下百米金牌的 世界最速男 意大利贾可布斯 就有精神教练 帮忙调整心态 越来越多奥运选手 愿意把心理健康放第一 在欢呼吾鼓掌声过后 运动员身体和心灵都顾好 或许才能让运动生涯 走得更长更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来继续Focus 我们要看的就是东京奥运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金牌排行榜 我已经第二名的美国 足足多出十面金牌 接下来今天东京奥运 今日赛事亮点点评 依旧是资深体育主播刘善群 善群我们最近都是用数算金牌数 来记得2020东京奥运的成绩 但是关于破世界纪录这件事 究竟在奥运殿堂上 它的重量跟分量应该被怎么看待 善群 在奥运的比赛场上 当然是金牌第一 但是拿金牌又破世界纪录 可以说是好上加好 这件事情就在今天的男子400公尺跨栏的决赛当中出现了 来自挪威的好手 Walm Holmes 他在男子400公尺的决赛当中 跑出了令人惊艳的45秒94的世界纪录 他这项成绩是人类在这个项目当中 头一次跑进46秒之内 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把他上个月才在挪威奥斯州创下了世界纪录 46秒70足足推进了0.76秒 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 他上个月打破的世界纪录 是美国选手Kevin Young 他在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会所创下的46秒78 结果他打破纪录的时候 他还开玩笑的说 这个纪录比我还老 因为奥运纪录是29年 他才25岁 不过今天呢 Walm Home能够打破这个纪录 跟跑在他旁边的美国选手很有关系 因为美国选手Benjamin也发挥得非常好 在比赛中也跑出了46秒17的成绩 美洲纪录也比他Walm Home上个月 在挪威奥斯州创下了46秒70还要好 而这项比赛呢 八位进入决赛的选手 有六位选手成绩 不是世界纪录 周纪录录就是国家纪录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好看的一场 男子400公尺跨篮决赛 而Walm Home这位选手呢 他跟田径结缘非常非常的有趣 他在八岁的时候呢 到市中心去找朋友 结果他的朋友呢 是田径俱乐部的 他说这里有一场比赛 你要不要来跑一下 他当时是穿牛仔裤跟宽松的T恤 结果他去跑呢 竟然拿到200公尺的冠军 从此之后呢 他就喜欢上了田径 而在这个田径比赛当中 他17岁 在挪威的比赛呢 一个人拿过八面金牌 而且呢 他在2017、2019 两届世界锦标赛都是冠军 特别是2019 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他当选了欧洲年度最佳运动员 而这位好手呢 除了田径之外 他最喜欢的游戏呢 就是玩乐高游戏 好 所以谢谢善群 这么深入的介绍 让我们感觉到 他几乎呢 不只是拿金牌 而且破世界纪录 有这样的奇人 有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但善群脸评 我很喜欢 有一个特点是 他特别提到了拿银牌 就是强强相争里面 这位银牌选手 也刺激了他 有更惊人的表现 今天古巴的角力选手 为什么您要特别介绍 这项比赛 您刚才提到金牌 金牌很重要 但是如果有一位选手 这位古巴的选手 Lopez 他在昨天深夜的比赛 男子130公斤的 希腊罗马式的决赛当中呢 他又击巴着对手 拿到了金牌 他是连续世界的奥运 也就是说从北京到东京 北京 伦敦 李约 东京 连续世界奥运会 都在同一个项目 拿到金牌 这次奥运史上呢 只有五位选手 有了这样 结束的成绩 这包括我们熟悉的 美国天井选手 卡路易斯在跳远项目 以及美国的飞鱼 飞尔普斯 他在男子200公尺 个人的混合式当中 有过这样结束的成绩 而这位古巴选手 罗培斯呢 他赢得比赛之后很高兴 把他的教练呢 扛上了这个赛场 感谢他 他的身高有198公分 他的体重超过130公斤 可是他有一个可爱的外号 叫做小孩 他这位选手呢 他在这次比赛之前呢 他也传出一些风波 有人说他去美国的 迈阿密训练 他是要叛逃 但是呢 最后证明他没有 他是古巴呢 连续世界奥运会的掌棋官 而在昨天拿到金牌之后呢 他还特别感谢 古巴的老领导人卡斯楚 谢谢善群 今天为我们介绍这两位 可以说是 令人惊异的奥运选手 金牌选手 明天有诉愁的大战 虽然呢 台湾不在其中 中华队不在其中 但我们看起来 应该也会大呼过瘾 善群 明天呢 明天晚上的 特别时间六点钟 在横滨棒球场 地主日本队 跟来卫冕的南韩队呢 两队要在这里大战 因为呢 这两队这一次奥运会 都是精锐进出 都是由职棒 一等一的好手来出赛 所以这场比赛 精彩可齐 赢的人 可以直接争夺金牌 所以对两队来说 可以说是非赢不可 这场比赛 预计是非常的精彩 另外在高尔夫比赛方面呢 我们的选手 女选手 徐威玲 跟李敏两位选手 最近在国际赛 表现都很好 我们也希望 他在女子高尔夫呢 跟潘正宠表现一样 为我国呢 能够赢得好成绩 另外女子呢 在51公斤的 全级比赛 我国选手的黄小为 已经笃定获得同台 但是我们希望 他更上一层楼 希望明天能够穿金带股 非常谢谢 善群今天的点评 奥运赛事 的确是场场精彩 也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了 在世界上这么多 非常出色的奥运选手 我们明天见 谢谢善群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转向美国 美国终于在国庆日的 预定时间 一个月之后 达成了全国打七成 打一季的这个目标 但是却没有喊出群体免疫 这个达标的时间点 是落在美国 Delta病毒 已经越来越肆虐 越来越严重 美国现在呢 这个接种率比较低的 是东南部各州 包括佛罗里达 路易斯安娜 阿肯色 密西西比 阿拉巴马州 这个月来 他们这几州的确诊人数 住院人数直线飙升 那么也在让全美 其他地方的民众 产生危机感 过去那些非常ticky 坚持不打疫苗的人呢 在企业纷纷寄出 疫苗令之后 因为怕失去工作 因此投入注射的 排队航物 才使得美国的疫苗 施打量连五天 破70万剂 但现在对于抵抗 Delta变种病毒 够不够呢 我们一起来看 美国的现况 晚了一个月 美国拜登政府 原来7月4号的 接种目标 终于达成 8月2号 全美70%的成人 至少打了一剂 新冠疫苗 1号美国全境 施打超过80万剂疫苗 连续五天超过70万剂 让一度放缓的疫苗 接种再次提速 主要是Delta变种病毒来袭 每打疫苗的美国人 开始怕了 怕自己或家人染疫 也怕被社会孤立 每10万人 单周新增确诊数 最多的路易斯安娜 佛罗里达 阿肯瑟 密苏里和阿拉巴马 除佛州外 第一剂接种率排名都垫底 但上周接种的人激增 全名列前茅 但全美仍有约9000万人 可以打疫苗 却还没打 民调也显示 担心确诊的美国人 从6月的42% 上升到7月的53% 防疫抗疫 现在又成了 拜登政府的头号议题 我们没有回到 2020年终于冠军 我们没有回到 国家的禁止 我们没有回到 如今Delta变种 传播速度 有如野火 美国平均单日 新增确诊 逼近8万例 七天新病例 比前一周 上升44% 新冠住院 也增加41% 新冠死亡 也攀升25% 当中一半确诊数 都在这五周 佛州 德州 加州 路易斯安娜 和乔治亚 南部的阿肯色州 才开学一星期 就有学校 七名学生 和三名教职员 确诊 导致校内 168人隔离 让其他学校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打了疫苗 却染疫的患者 仅0.001% 死亡 凯泽家族基金会 的分析则显示 完整接种者 不到1% 发生突破性感染 美国共和党 参议员 葛兰姆 就是其一 打了疫苗的他 在推特上宣布确诊 但庆幸自己有打 仅出现泪流感症状 接下来要隔离10天 现在阳光之州 佛罗里达 是这波Delta 疫情的镇央 占全美新病例 近20% 平均每天 新增1万5千例确诊 看看当地筛检站 又出现几个月前 大排长龙的景象 但佛州州长 拒绝发布口罩令 或疫苗令 不过也有地方不甩州长 迈亚米戴德和总旅滩郡规定 所有成人进到公家机关 要戴口罩 迪士尼世界所在的局局 则要求所有雇员 最慢在8月底前 打第一剂疫苗 规定是否员工 打疫苗或筛检的纽约市 则强烈鼓励室内戴口罩 但没有实施强制令 有专家说 面对变种病毒 恐怕需要90%的人都打疫苗 星期一 美国总统拜登与白宫防疫小组成员开会时 以全员戴上口罩 居家修缮连锁店 Home Depot也重启口罩规定 不论打了疫苗与否 员工和顾客都要戴上口罩 沃尔玛和迪士尼则加入各大企业行列 要求员工必须接种疫苗 几位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的情况现来越来越不妙 东郊运所在地的这个日本呢 追加 政府追加紧急事态宣言 日本现在六个行政区列馆 第五波疫情全面引爆 日本的家庭感染越来越多 除了医护人员变成密切接触 遭到隔离 婴幼儿在家中的成人 传染给他们之后呢 必须要住院 因为需要贴身照顾 所以快速累积小儿科的医疗负担 医疗前线越来越吃紧 挤压到居家医疗的治疗权利 日本首相下令中度以下的患者 都要在家疗养 但一届反驳 中度要赶快住院治疗 这样新的居家令 一定会造成大量死亡 这就是日本的困境 大阪四发紧急事态宣言 童天阁 太阳之塔 几个地标再亮红灯 视觉感受虽紧张 百姓生活却是马照跑 舞照跳 一点都不紧张 但医疗前线已经喘不过气 这里不是婴儿室 而是幼儿新冠专门病房 这些小小确诊者的感染源 几乎都来自家族成人 这正是日本第五波疫情的沉重负担 当然一重症年龄下降 年轻的爸爸妈妈 确诊几率便会上升 整个家庭一起感染后 父母与病情搏斗 小婴儿的照护就得烙在医护头上 大量瓜分小儿医疗资源 另一大问题 就是随着家庭感染激增 家族中的医护 也成了密切接触者 虽然医事人员大多接种疫苗 拥有一定防护力 但必要的隔离少不了 前线人力再也被削弱 家庭感染越严重 医疗体系也就越快崩垮 根据美国机管中心资料统整显示 DELTA患者的平均传染力最高达到1比9.5人 堪比传染力极强的水痘 为了防范无怨可助 日向经营委最新下令 病床留给重症者 中症以下居家疗养 只不过就向命令 极可能酿成一波死亡高峰 以东京而言 居家疗养与确诊者等比上升 已经超过1万人 一个月经见11倍的成长幅度 感染扩大 业务量何止倍增 保健所有苦难言之余 也坦诚 病床实在不够 就算替居家者叫救护车 也会因为条件 未全数符合遭到驳回 以医学标准 需住院治疗的中度患者 这会只能在家祈求老天眷顾 对于政府的防疫策略 不仅居家疗养者怒火中烧 全国知事会议上 各知事提议 要求中央发布中原禁足令 呼吁民众取消返乡 以抑制感染蔓延 打半年回不了家的欣欣学子 更是满腹怨言 只不过再怎么生气 医界 学界 还是呼吁年轻人减少活动 同期发现 新冠的未嗅觉失调副作用 较常出现在青年族群 如症状伤及神经 治疗期恐怕脱长至两年 而患者在期间 可能无法分辨食物腐败 无法及时察觉 异常气味 对健康与生活 都带来巨大影响 TV新闻众报道 好 回到这个日本的东京 东京奥运女子 1500公尺玉赛 出现了惊人的逆转秀 夺冠的热门荷兰选手 不幸被绊倒之后 站起身来往前狂冲 从原本的大幅落后 跑出了分组第一 而且得到的当天晚上 她再夺下女子 5000公尺金牌 东京奥运上演奇迹大逆转 荷兰长跑选手哈山 亲自示范 什么叫做换挡冲刺 这一摔 眼看晋级希望就要破灭 但哈山花了短短两秒 站起身子 跌倒过后干脆不演了 好像玛丽欧吃了无敌猩猩 一路狂飙 用惊人的爆发力 超越前面11位选手 冲出分组第一 这位长跑女王究竟有多强 1500公尺预赛跌倒后 哈山休息11小时 当天晚上再占5000公尺决赛 竟然以14分36秒79拿下金牌 哈山本届除了1500和5000公尺 还报名1万公尺项目 等于要在8天内跑6场比赛 如果再拿两面金牌 就会成为奥运史上 第一位长跑三冠王 另外冬奥棒球 日本和美国两大强队正面交锋 日本派出田中将大先发 没想到投3.2局 丢3分提前下场 幸好日本队打线有发挥 延长赛时局下 甲匪拓野右外野再见安打 以7比6弃走美国 日本接下来将在周四晚间 碰上南韩争夺冠军赛门票 美国队则要拼败不复活 如果能联姻两场 还是有机会闯入金牌战 DBBS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疫情 自从有疫情这一年多来 会出现很多假新闻 就是谣言变成报道 例如说没有新冠病毒的存在 跟打疫苗没必要 现在YT开始打假 他先进了澳洲天空新闻 Sky News的上传影片 甚至直播也不播 那么长达一周 90天内如果天空新闻三度违规 YT会永远把它禁止上传 澳洲的天空新闻不甘示弱 动用他整个集团 其他频道 媒体频道强力围剿 说YouTube的做法太霸道 那么一般推论是整个 这个天空新闻这个集团 背后大老板就是媒体大亨 梅夺 他决定的操弄手法 梅夺个人有强烈的右翼倾向 因此他透过旗下的电视台跟报纸 在英美还有澳大利亚都不断的造成 一般认为在新闻报道上 比较倾斜的影响 关于接种疫苗的谣言 不少都让人啼笑皆非 但根据美国媒体调查 这些谣言听在许多人耳里 可是一点都不有趣 华盛顿邮报曾引述一名12岁少女 至今不敢打疫苗的原因 这是在网路上看到的报道 让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万磁网手臂 但这类讯息打开电视就能看到 而且不止美国在澳洲也出现 澳洲天空新闻主播琼斯 近期不断在节目中质疑口罩效力 和Delta病毒的严重性 从上周四7月29号开始 澳洲天空新闻遭到YouTube平台 禁止上传影片或直播为期一周 原因是该频道违反公司相关政策 YouTube发出声明 强调平台不允许有否认新冠病毒 存在的内容 或是鼓励民众使用抢率奎宁等 未经核实的药物防治新冠 YouTube没有点名 哪些影片违反规定 但是琼斯和另外两名主播的影片 至少有六支遭到下架 有186万订阅者的澳洲天空新闻 目前大量影片被平台删除 但他们驳斥YouTube的说法 甚至动用该集团旗下频道 发布相关报道反击 指控YouTube违反了他们的思想自由 分析认为这是集团老板 媒体大亨梅多在操弄 梅多旗下的新闻媒体 遍布美国、英国和澳洲 明显偏右翼倾向 将各种议题政治化 有分析认为 梅多在澳洲的操作手法 与美国如出一彻 搏制疫情真实性淡化 病毒威胁的各种资讯 在网路手机流传 造成人们混乱 但错误的防疫资讯 后果是很严重的 可能导致有人因此染疫死亡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防疫假讯息是目前全美防疫的障碍之一 如今社群媒体下重手 杠上媒体拒播 防疫打假之战越演越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